很多话我在养护发财数呢 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这个呢是前段时间 这个是4块8买的 我记着 是吧 不到5块钱买的一个发财数 现在到我手里面的也这样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叶片 有的话说这是不是触景的 这并不是触景了 这个就是之前的一个折伤 外加一个冻伤而导致的这个样子 发财数是非常怕冷的一个植入 一般在5度以下都会体现成这样 10度以下也会遇到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家里面的温度 如果说家里面温度低的话都会这个样子 有的话说 一旦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这样怎么办 那就是要给室内进行加温 好吧 像这种老叶片的话 它会自然代谢掉 你也可以人为的去干预给它修剪 可以给它适当的修剪一下 你像我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蛇了 这个地方已经蛇掉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剪掉了 像这个叶子不可能再长好了 很多都是蛇的 你看这个地方也蛇了 当时来的时候 我没有过多的考虑 那你可以看他在长一些新叶子 如果说你温度很适合的 他会长新叶子 这老叶子 你可以看情况给他剪掉 另外的话 在冬天的话呢 咱们可以适当的给一些光照 但是不要很强烈的那种光照就可以了 干了再焦 不干不焦 温度尽量的把握在15度以上 这样就会好很多 每年春天进行修剪 该适当的是非是非 浇水永远拿捏 干了再焦 不干不焦 干湿径环 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说大家也遇到这种呢 就是家里面温度很低了 同时呢 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就是 那种说法 就是发财数呢 可以当一个温度计 如果说家里面发财数冻伤了呢 就说明家里面实在是太冷了 简单的一盖他就行了 好了 是老发一 演发最转一 希望大家发大财 好运回水来 吃败了 再来一遍 谢谢大家